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资股票高高低低 让人琢磨不定 房地产投资它的风险相对比较容易控制 作为一种长线投资 它是慢慢地积累自己财富的过程 从最开始考的地产牌入行到现在 已经超过了十年的时间 在这么长的地产时间过程中 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我们的客户需要的 不仅仅是一个房产经纪人 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个专业的顾问 和一个可靠的朋友 对他们的选择提供专业的意见和具体的指导 房产的买卖不单单是看房 谈判 交易 这样简单的一个过程 这里面有更深层次的东西 对于买房用于自住的客户 我是在帮助他们在北美洲 在多伦多寻找一个家 实现一个梦想 对于投资客 那我的工作呢 就是帮他们合理安排自己的财务 让投资增值 因此作为房地产咨询顾问 我一直致力于多伦多 房地产各个方面的研究 包括房价走势 城市规划 社区 学区 相关法律 银行的贷款制度 以及国家税务制度等等 并且多次受到多伦多主流华语电视台的邀请 作为房地产节目的特约嘉宾和顾问 共同录制房地产节目 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 留学生在海外买房置业 已经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了 这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 在我看来 留学生在海外买房置业 有这样几个优势 第一 就是首期款已经准备好了 资金比较充足 第二 留学生置业可以省下租金 并且在这个财务安排的过程中呢 提升自己的财务管理能力 提高自己的财商 第三 就是可进可退 几年后学生回国 可以把房子卖掉的话呢 带着知识 带着财富回去 选择继续持有 那你的房产就是你在海外的一个资产 当然了 如果你留在这里 那就最好不过了 因为你已经有了自己的物业 有了自己的家 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事业上去 我的客户里呢 有很多都是留学生 这些年呢 我在端多呢 帮了很多的学生买房 置业 在越来越多的交往过程中 我和他们变成了好朋友 有些学生呢 在填表格的时候 紧急联络人一项 放上我的名字和联系电话 有些人在回国的时候 把房子留下来 让我帮着照看 这里面呢 都有很大的信任 正是这种信任是鞭策我 努力做好工作 把工作做到最好的一种动力 我作为一个移民海外多年的过来人 在和这些年轻人接触的过程中 一次又一次地体会了 对于一个刚刚来到一国他乡的年轻人 在生活 事业 文化观念方面的纠结和困惑 我希望可以通过我的经验 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去帮助 影响和激励这些潜力无限 充满激情的年轻人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不断地收到安省各所高校的邀请 举办职业发展以及房地产投资讲座 我希望呢 可以通过这些活动 和更多的年轻人交朋友 成为大家的良师益友 让我们共同成长 共同进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